另外在民生正确2016年年度策略会上 民生正确首席经济学家邱小华预计 中央将继续采取积极的宏观政策 而这些政策将成为经济起稳的重要支撑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帮助企业 来度过眼下转型升级的困难 我想在这方面应该说 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企业也很多事情要做 在未来的成长阶段里面 如果我们的改革不只能够更大一些 那么我们未来结束这个困难的 这种困扰就可能更快一些